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他的东宫 太子临有他的首职 他曾是太子 是这个国家的储君 也是 我的父亲 玄天荣 方芳朱 锦铃圈 童铁珠 家人回首不顾 敏太子名夺 夺是灵 陛下会剑 剑是镜 人这名字还真是的 叫夺的最后果然一封白灵 玄梁赐死 会剑的 臣许昌平参见陛下 今几岁了 臣二十三岁 祖籍月阳 好地方 好年纪 也是好仰望 我的叔父肖锐贱 他不知道我的出生 自然也不会知道 我登上燕安宫 站到他面前 是为了证明我的存在 来来来 以后可以跟太子多切磋切磋 只怕比旁人对他更有意一些 臣当竖节奴顿 死而后无 混音 好休息 嚴重 一 二十四 遮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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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他们在外面 他们是谁 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请求 即刻开示皇太子 并由三司接受此案 他们是请求还是要求 是请 重贵啊 你说他们是为了国法 还是太子的党羽 好在萧锐见其人冷血多疑 他当年倚靠顾家登上皇位 现在又唯恐顾家军拥兵自重 危害社稷 太子有了顾思林这样一位舅舅 再加上张禄正这等奸佞岳父 齐王这般野心兄长 他与皇帝便只能做君臣 无法成父子了 天子斥 皇太子施德 瞻市府 及两春方 难辞其咎 二十六名官员 你隔策 天子斥 刑部侍郎杜衡 以铲室东宫 善弄司法 其自服罪后 拟下赵玉审查 天子斥 灯华公贵妃赵氏 誓朕念载 书亦贤德 素吾过失 朕以中宫须玄 不立家室 以封赵氏为 皇后 皇太子 皇太子他请求臣做一个有道的君王 可是臣心中的道 他又怎么会明白 他不明白 只要流着顾氏的血 不管他情不情愿 他只能成为顾氏和肖氏抗衡的筹码 怎么一来 一代代重蹈覆辙 这循环往复的怪圈 臣和他 要怎样才能够跳得出来 一百周以后 不能有任何人可在于军圈抗衡 顾司令以后 不能任顾逢恩 再继续割居地方 这些事情 管他情不情愿 臣都绝不允许再度发声 君意臣行 父慈子孝 臣不需要这种虚话 臣要后代君王 不论是谁 都能够踏着臣狄青的道路 以后在这里面对臣的画像 臣要他们心存的不是愿望 而是感激 臣要定权 先有育鱼 后有监国印 肖瑞见得每一次放权 皆是对储君的试探 对儿子的诛心 而太子却屡触逆临 仍痴心不改 他对他的冷血至极的父皇 一直抱有亲情的渴望 他名师授业聪慧过人 只几个回合 便洞悉了我的居心叵测 用一支手书 就离间了我与肖瑞见 殿下根本就没有疼心 而是原封呈了上去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之前的密疏郎 就丁幽回来了 臣就只好把手头 所有的事情 全部交割给了他 原来是丢了差事 跑到我这里来 行许问罪了 自己倒一杯吧 只是这样 便宜了张璐正 真的是便宜他的吗 真的是便宜他的吗 如虎卑氏 如离卑身 殿下并非畏惧 而是叙事一直忍到了 最后才当众抛出这手旗 非但陛下没有驳回的余地 先取再与恩威并施 张尚书也一定感激涕灵了吧 他确实是涕灵了 他确实是涕灵了 但不知是不是感激 是为了保护将军吗 猜错了 自罚一辈 为的不是将军 是舅舅 想来在那个时候 我已经对他心有所属了吧 毕竟 我们有着同样的血脉 也有着同样 没被黑暗泯灭的情怀与心性 我没有答应他的招揽 我们也无法成为知己兄弟 我们之间 永远隔着腹背血仇的鸿沟 我甚至痛恨过那一碗的软弱和迷失 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乡 我需要重新认清我的来徒 与归路 这次回乡之旅改变了一切 混沌多年的母亲奇迹般恢复了神志 说出了埋藏多年的恭维旧事 我始至我与太子 与他的生母孝敬皇后 竟有着如此之深的渊源 他却是我的仇人之子 亦是我的恩人之后 堂弟之话恶夫巍巍 凡金之人 莫如兄弟 我们并非仇人 我们原是兄弟 瞻师父新任主部 臣许昌平参见皇太子殿下 就这样 我试图弥补 制衡 也试图得到他的信任 中秋之夜 那首与我父亲相关的童谣 竟传唱至宫宴之上 面对天子的震怒 派子再度挺身而出 而我却发现 他一心保护的舅舅 竟然就是将他 扔进最守之人 武德侯至身城外 静观其变 谋反之心 昭然若即 金灵玄 同静柱 上回没有 没有看成 就是因为听到了这支曲子吧 龙有逆龄 处者必死 何况 是逆龄里的逆龄 为了舅舅 明知必死还是去处了 为什么 现在 我懂了 可这样的舅舅 必死之事 却舍得让殿下一人承担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刚刚 我见了徐主部 徐昌平 没有那支曲子的事 就不会有中秋之事 不会有后来之事 更不会有今晚之事 所以这些日子 徐主部 一直在查始作用者 始作用者不是 源头究竟是谁 臣没有查出 但有件事 臣今日查到 百思难解 源头究竟是谁 他还没有查出 但是武德侯的近视 告诉徐主部 中秋前日 武德侯出城之前 也听过这支曲子 那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他事先 一句话都不告诉殿下 他到底知道些什么 想瞒着殿下什么 必死之事 让殿下一个人去承担 酿成今天这副局面 到底 是为了什么 舅舅 你敢再说 你敢再说 舅舅 当真就是殿下 想的那个舅舅吗 大人 已经到了吗 天子 天子 你敢再说一遍 你们说他 殿下 圣驾已经降临 许长平 你们凭什么污蔑 陛下召殿下 肃往前衙 广化说清楚 你们说武德侯要干什么 你们可知道 毁谤国本是赤族之罪 殿下再抗旨 你敢再说一遍 放肆 放肆 让开 许长平 他懂什么 凭什么要污蔑武德侯 你又懂什么 凭什么要污蔑他 就算你是 就算你是 就算 我是谁 说什么 都没有用 我知道的 这样的舅舅 比其他的人和事 当然都要重要 但是 比圣人和恩师的教诲 比君王的尊严和职责呢 皇太子殿下 肖 定权 肖氏江山存亡绝绪 千军一发生死博弈 我提前洞悉真相 本该做毕上官看龙虎斗 但我最终 还是请顾内人 把真相告知太子 拨开血淋淋的亲情外衣 撕裂可想而知 但我更想知道的 是他将如何面对 我出身江湖 忧黎民之忧苦百姓之苦 而他身居庙堂 是否也能心怀天下 主义苍生呢 他的选择是他的信念 而他的信念 亦是我今后追随的 信心所在 殿下 徐主部一案令旨 您也入府 殿下 您这是要 好 今晚 今晚有件事情 我还要问清楚 刚刚 我见了徐主部 徐昌平 源头究竟是谁 他还没有查出 但是武德侯的近事 告诉徐主部 终究前日 武德侯出城之前 也听过这支曲子 这 什么事 这些家伙子 不许可 他听着 他听着 你听着 那些人 我听着 他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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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童谣事发之时又为何要暗中住我 臣无话可讲 敬她的饮食直到开口为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姐 您醒了 谢香 姐姐 您冷吗 这里不比东宫 而且还不到烧炭的季节 要不我给你打盆热水去 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被殿下派往常州 所以 武大王就前小人过来 看看姑娘 武大王叮嘱过小人 未避开前院东宫卫 可从卢府后门进出 且托武大王的事 姑娘进宫前 吐武大王的事 武大王已经拙人去办了 此番面生恐怕凶多几少 若有可能 请武大王转告太子殿下 照顾好妾的弟弟 陆文青 他现在在常州 李次使的家中 不妥 李次使撤手武的侯已久 又怎么会在此事上 答应殿下呢 那就只有托付给武大王了 且 就只有这一个亲人了 大王知道姑娘心思谨慎 特地叫小人 带了付信管 还请姑娘来约 可看仔细了 是五大王的金笔 印的颜色 也是跟签约定好的 姑娘看仔细就好 五大王还愿意试 是 想请姑娘试下 五大王有何吩咐 贵人明说就是 也无声大事 五大王还是那句话 王府的客房 易祸长州 只要姑娘想去 王爷都可安排 只是 只是什么 姑娘不幸苦之后 要以什么身份 留在殿下身边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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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你可还好 我怎么看你好像 没什么 可能是昨晚收了一些风寒吧 怪我 我等会儿找个郎中过来给你看看 正好 我给你带了个东西 你吃完之后一定能缓解一下 张嘴 我小的时候最爱的便是生病 为什么 因为生病了之后可以不用读书啊 还有这些东西可以吃 我娘 总是不让我吃凉的 然后呢 想听然后啊 来 吃完之后我再跟你说 这个豆腐 还有这些豆腐 还有她就是 这又有这个豆腐 然后咱们的药 那这个豆腐 还真是样子 能不能直接吃 不孔了 没有 吃完以后会开心吗 我知道 殿下 是在哄我开心 可是 谢谢殿下 齐藩已经去国 如果你有难处一定要告诉我 虽然我这个太子当得不体面至极 可不管怎么说 我到底还是太子 只要你说出来 我会为你想办法 当初 您求我大王带您入宫上殿 可没说是要指证广川郡啊 一位豹本宫救人 和广川郡亲弟合力 谁知陛下会如何看待此事 你还是 为了你赴兄的事情 再怨我 姑娘若在人下陆氏之灭 那五大王的欺君之罪 就要做事了 倒是恐怕轻则账罚 重则 是丢了性命啊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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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思 七 好了 我让西乡 服侍你修行 你修行 不管是因为什么 你都要快点好起来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要一起去做 好吗 你修行 殿下 看来顾姑娘背后不知广春菊 刚才看见那个人要不要查 不必了 这 languages 殿下 这 她说她的母亲 原是我母后身边的内侍 王翁在我母后身边待的时间最久 特找你来对质 这 这从何说起啊 徐叔公 令慈究竟是哪一位啊 家母姓宋 二十七年前 随时先皇后嫁入蜀王府 十七年前 因患心疾 被先皇后赦免出宫 先皇后身边 确有姓宋的那人 可她 如何是 徐祖父的母亲啊 那徐祖父 比殿下大几岁 这对不上啊 是 家母在肃王府时 便怀有身孕 是先皇后垂帘体绪 将家母藏匿宫中待缠 我出生 即被送往岳州 由许家抚养长大 后因家母私子心切 逐渐迷失心志 已知 不能再侍奉先皇后 我想起来了 宁国宫主皇后 侍奉的那人 竭被送往宫政司待刑 还是先皇后殿下慈悲 受审那人才得以释放 这其中就有江上公 还有宋那人 家母离宫之后 便被送往岳州 以许家外妾身份 入安修行 我便也能侍奉膝下 但家母一直神志不清 往事不济 直到数月前 我回乡探墓 家母神志财富清明 念及先皇后往日恩情 命我离师报恩 家母离宫日 写有宫中久物 一直放在岳州 晦青庵内供奉 想必殿下 已经查过了吧 游明 冬冬 冬冬 你说你的母亲要你来报恩 那为何之前不说 臣之前曾错以为 家母是被先皇后折磨之病 所以一致暗中与殿下为敌 以至于登戈前后恩将仇报 甚至一厘百周同流合物 侯虽回归正途 但前错已经住着 心中对殿下始终有愧 所以臣只想报完恩后 回乡封母 并不想将此事告知于殿下 昏过去了 传太医 殿下 是否把他送出宫去啊 让他睡吧 醒后沐浴换我的衣服即可 我的母亲只是先皇后身边的内人 但我的父亲却是当今陛下的兄长 而我本应 许多事情过后 有些话已愧不敢言 现在唯一所求就是帮殿下完成和清海燕的理想 我也算为姑父先父的期许和先皇后的恩德了 只希望日后殿下知晓真相能够谅解我今日的隐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